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景春表示 正因为财神信仰蕴含着多重文化内涵 很多华人飘洋过海去海外谋生时 也将中华财神信仰带了过去 代表着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根之所系 深深不息 黄景春认为 中西方的主流宗教哲学对钱财都持批判态度 这是相通的 同时 中西方哲人都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危害性 并试图以一定的方式对财富分化的现象进行调节 但西方并没有形成财神信仰 对方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不管是伊斯兰教也好 它是一神教 它排斥其他信仰 排斥其他信仰的时候财神就不能出现 新教伦理它是对传统的基督教伦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它跟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好它形成一个顺应时代 顺应这个社会经济转型 黄景春告诉记者 西方所有的财富观念都源自于单一的宗教内部 比起中国形象丰满 寓意丰富的众多财神 西方对财富的理解比较单一 同时 人们对财富的认知不仅来源于宗教信仰 还来源于国家理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 也形成了中西不同的财富观 在当下中国 财神文化信仰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黄景春认为 败财神显示了人们想要摆脱贫穷的深切愿望 改革开放后 提出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与百姓在财神信仰中表达的愿望是相通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财神崇拜 跟当代的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同富裕 它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 中国当代的财神信仰 它的这个复苏 它的财富观 跟中国社会改革开放 共同赋予这个政策 依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这样的政策 它有内在的共鸣 内在的契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